大家好,我是74號,我叫林一忠 我現在在松山機場消防隊上班 我今年36歲 平常4號就是打打籃球、淚球 然後重訓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輪班制的 所以自己的時間可能會比較多 我可能就是沒事去健身房重訓跑步 然後上班,因為我們隊上有跑步機 我可能就是上班也在跑步 隊上的訓練,因為跑步我們隊上也是有史密斯 所以其實跟我去外面健身房差不多 參加這個活動就是因為有戴著這個手錶 你就要想辦法去動 像平常我下班回去可能就是接完小孩 就是跟小孩玩 然後現在戴的錶之後可能就是帶小孩去河濱走 如果他不去的話就是我自己去走 因為就是限定自己戴的錶 可能今天走個兩萬步、三萬步然後再回家 可是回到家小孩睡了,所以會跟著一起休息 然後隔天上班就是再繼續運動 帶小孩增加的不多 因為他們頂多走個五公里就說累 我就要再帶他們回家 我又再自己出門 其實帶小孩有一點負擔 如果像上班時間的話可能就是早上運動個三、四個小時 然後中午休息 然後下午可能就運動個四、五個小時 然後就休息回家 回家就是晚上就是帶小孩去河濱 要不然就是自己去河濱 因為我可能是全台灣機場消防最重的一個 我有120公斤 所以他們就是叫我參加這個活動 看可不可以趁這個月減重 因為我已經三十幾歲 他說現在不減以後也不可能 他們是一直鼓勵我運動 因為我只要一坐下來 他們就會過來叫我就是趕快去樓上運動 就是因為戴著這個錶不運動又不行 可是有時候很累的時候 他們又一直有點會在那邊死誰涼 可是你又沒辦法 因為只有這個月不是說一年 所以想說撐過這個月再說 不用誘惑我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吃的東西 小秘訣 我覺得這個手錶 它最大功能 我覺得走步然後擺動大一點 我覺得比較有效 因為跑步不是我的強項 我不可能一次跑四、五個小時 可是你叫我走六個小時、七個小時 我應該可以 可是我覺得這個錶就是 跑步我覺得來計算的話 會比較有CP值 使用感想就是 像我晚上去河濱 因為它沒有冷關 有時候我就看不到現在幾點 或是我走多少步 我實際走的步數 有時候會跟這個公里數 跟這個錶換算出來的又不太一樣 所以還是有改進的地方 既然帶了錶就要運動 運動量不管多或少 有動起來就是對自己好 健康最重要 可是也不要傷了自己 因為你運動一個月 可是後面十一個月都在休息也不好 就是盡量去嘗試看看 可能以前只運動兩個小時 可是帶了錶你可以運動四個小時 可是一個禮拜之後搞不好又五個小時 可以嘗試看看 Ciao